我们关注中国基督教的问题 据报道 中国当局和基督教爱国教会 本星期低调在北京举行 有关基督教中国化的会议 会议的内容不公开 甚至连具体的时间和地点 外界也不清楚 那么为什么中国当局和宗教管理部门 如此神秘地召开这样一次会议 什么是基督教中国化的内容呢 好 我们下面就连线 北京家庭教会圣爱团契长老主持人徐永海 徐永海先生你好 你好 中国当局举办的基督教中国化会议 如此神秘 以至于我们都不知道 它是不是已经召开了 那么徐先生 您人在北京 您听说这次会议了吗 基督教中国化 它以前也举行过很多次 它在2003年 2013年 2012年 2014年 它都组织过这个基督教中国化的研讨会 都是由这个 以前都是由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所 跟中国社科院 它里头有一个基督教研究中心 主办的 但是今年这个 今年这个呢 它组这个基督教中国化的这个会议呢 我也是最近从网上才听说的 它没有官方的报道 那么为什么您分析啊 为什么中国当局这一次呢 对这次会议呢 非常低调 甚至有一些神秘的这个色彩呢 徐先生 我是这么理解的啊 基督教中国化 这个本身呢 是一个伪问题啊 就是根本不存在基督教中国化这个问题 因为基督教经过这三十年啊 当今现在的基督教已经是中国化 并且中国当代化 并且被普通的老百姓 普通的基督徒呢 很就都接受了 不存在说基督教中国化 因为基督教中国化面对的神呢 是说现在的基督教还是洋教 还是西方的 跟中国没有关系 不适应中国这个 这个中国当今的社会 如果像他们所说那样 中国基督教还是洋教 还不适应中国的话 那么就无法解释 中国的基督徒 在九十年代和之后的这几年 中国基督徒从几百万发展到几千万 乃至现在净说有一个多亿 就是说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基督徒是增加了几千万 如果说我们的基督教 不适应中国还是以明教的话 跟中国还没有 不融合的话 不会发展这么快 好的 应该你这么理解 香港台湾都是华人 但是基督徒的人数都没有大陆多 所以中国当今的基督教已经是中国化了 好的 基督教现在是洋教是个伪问题 您接着说 好 那么您刚才给我们介绍了 您认为基督教已经中国化了 但是好像中国当局不这样认为 因此他继续提倡这个基督教的中国化 那么中国当局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概念 他为什么要这样改造这个基督教呢 徐先生 因为他说基督教当今的中国还是洋教 基督教还没中国化 目的什么 就是中国现在的基督教 还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 这是一百年 这是六十年前的观点 他实际上现在还是抱着这样的观点 认为现在中国之所以基督教这么多 是因为有国际的这个西方的背景 是西方的这个支持的 中国的基督徒呢 都受这个西方的控制 这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 好的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 徐长老 您刚才提到呢 基督教中国化呢 是中国提出来的一个伪命题 那么这种概念是不是符合基督教的教义 这样的概念和提法 在中国的基督教信徒当中 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徐先生 会有一批一些信徒呢 对这个很反感 提出了他们的观点 提出了呢 就面对这个基督教中国化呢 提出了各种的这个反驳意见嘛 实际上跟中国大多数的基督徒 没有什么实际关系 因为中国的基督徒呢 经过这个改革开放啊 家庭教会啊 我们已经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家庭教会的核心 我们是向耶稣学习 不是学神学 而是向耶稣学 学耶稣走石压道路 是跟着耶稣走 这个没有中国化 也没有外国化之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们家庭教会的核心呢 我们是改变人心 我教会是属天的 属灵的 属灵魂的 我们到教会来 就是来改变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具有那颗大爱的心 我们跟世界 跟政治没有什么关系 他说的是中国化也好 是西方文化 亲历的工具也好 都是指的政治啊 受政治影响 实际上中国的家庭教会 经过三十年来 就为什么之所以这么发展 也是因为我们只关心心灵 我们是属天的 我们只改变人心 跟社会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好 我们感谢北京家庭教会 圣爱团契 长老主持人徐温海先生呢 在北京接受我们的采访 好 不要走